Hello 大家好 我是AA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Pokemon Go的最新资讯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Pokemon Go Fest 2022西雅图的全球大挑战 还有足够的解锁 以及一些程式码内容有关加拉尔的三十秒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说一下Pokemon Go Fest 西雅图的全球大挑战 就是港澳台时间7月23号零时零分至7月25号 早上10点 现在已经开始了 全球大挑战的目标就是参加1500万场的 团体战就可以解锁奖励 全球玩家都可以一起参与去完成挑战 完成全球大挑战就可以解锁到究竟解锁的奖励 首先就是在团体战获得的XP就会2倍 这个时间就是解锁之后去到港澳台时间7月25号 早上10点就可以享有这个奖励 以及究竟解锁洗脆探索的日 有更多活动内容和奖励 还有一个新的就是洗脆探索团体战日 可以解锁到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就会在港澳台时间7月31号 早上11点至下午2点举行 之前官方就在IG公布了洗脆探索的一个post 里面有两个亮点 首先就是未知图腾 就是未知图腾S 未知图腾S会不会出了它的色位呢 可能就是一次个全球开放在一星全体战里面 这个应该都是估计的 但可能性相当高的 另外一个就是之前已经说过了 就是一堆紫色云里面 有一只精灵在里面 看起来好像勇士和鸿 又好像眷戀云 不知道是哪只精灵 可能这个奖励会在团体战日开放 团体战日就会在7月31号举行 也值得期待一下是哪一只精灵 会登场在团体战里面 然后就分享一下 我们程式码里面发现到 加勒尔三神料的内容 一起来看他们的招式 加勒尔的急动料就是 超能力系和飞行属性 一般招式就是念力和精神利润 特殊招式就是预知未来 原始之力和勇料猛攻 加勒尔的闪电力就是 格斗属性和飞行属性 一般招式就是双倍奉还 特殊招式是近身战 原始之力和勇料猛攻 加勒尔火染料就是 恶属性和飞行属性 一般招式就是突杂 刺膀攻击特殊招式就是以牙魂 原始之力和勇料猛攻 看来这三颗神料 应该在PVP上表现都不错 因为它的招式都不太差 例如 急动料的精神利润 可以很快地存到能量 闪电料的双倍奉还可以 我想它出了招式 应该都很快登场 我们之前在程式码里面 找CAM FIRE 知道里面有个功能 就是看到一只加勒尔火染料 在地图上出现 我想它们的登场方式 会不会像劍盾的DLC 那样 是要我们到处追尽 这个精灵去捕捉呢 会不会在团体战登场 到处都会出现好像三湖神 那样呢 值得期待一下 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留言 分享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有下个按赞 或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更多Pokemon Go 最新资讯 那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